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將在3月份改宣總幹事 候選人包括該組織現任副總幹事 中共官員王斌穎 美國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 日前在《金融時報》發表文章 呼籲各國抵制北京派出的人選 並警告說 如果讓縱容假冒產品 和盜竊智慧財產權的中共 掌控世界知識產權組織 將是一個天大的錯誤 文章列舉了中共侵犯知識產權的 四大罪狀 第一 美國邊境官員查獲的假冒品中 有85%來自中國 第二 中共竊取美國知識產權 令美國每年損失2,250億至6,000億美元 第三 中國侵犯知識產權 也對歐洲企業每年造成 數以10億歐元計的經濟損失 第四 發展中國家 尼日利亞、加納、西亞海岸及 幾內亞等國家的傳統手工紡織業 也因中國的假冒品受到損害 納瓦羅說 如果中國在保護知識產權與執法上追隨西方標準 也許還可以徵一徵這一組織領導人的位置 但那天肯定不是今天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是聯合國15個專門組織之一 成立於1967年 主要任務是促進保護知識產權 協助企業與個人取得知識產權 管理著4300萬份專利文件 其中包括未公開的專利申請 以及來自超過200個管轄區的商業機密 納瓦羅提醒說 如果這些專利與貿易機密遭竊取 仿冒品泛濫 商標權利受到侵害 各國政府 企業與消費者都將是輸家 聯合國的15個專門組織中 目前已有4個由中國人擔任總幹事 7個由中國人擔任副總幹事 納瓦羅說 目前全球沒有任何一個國家 領導一個以上的專門機構 但是 中共已經掌控了4個 這次武漢肺炎疫情爆發以來 世衛組織在總幹事譚德塞的主導下 一直為中共說好話 並幫中共掩蓋疫情的嚴重性 使世界上的一些國家放鬆了防禦 導致疫情蔓延全球 據報導 譚德塞正是靠中共的扶持 才坐上了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的寶座 中共深刻地研究和瞭解人類的弱點 並全方位地進行統戰和收買 中共的這種做法事實上很大程度上已經改變了 這些國際組織它本來應該有的性質 納瓦羅說 從過去的經驗來看 對於今後將陸續進行總幹事改選的8個聯合國專門組織 中共勢必會推出多名候選人 會由那些對中共負債的國家推出代理候選人 如果由中共掌控領導要職 聯合國的議程將被中共操控 很多國家因為它在經濟上依賴於中共 或者說是由於欠債 就是落入了中共這個債務陷阱 那麼由於這種經濟上的一種 被中共變相的要脅以後 它也不得不去充當中共的這個代理人 以政治上的回報來抵消在經濟上的這種欠債 旅美時事評論員唐靖遠指出 中共對很多國家進行大撒幣式的收買與賄賂 這些收受好處的國家 在聯合國的各種場合中 就必須對中共投下支持票 加拿大華裔作家盛雪表示 中共對整個世界的統戰和收買 嚴重的威脅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普世價值 甚至破壞世界和平 今天 在武漢肺炎肆虐全球之際 世人應能看清中共操控的代理人對世界的危害 在拍照表現其中的使用 目的臨界 在拍照外賞 多遠足 散步 散步 散步